欸 不如你 不如你可以幫我一個忙碗 老也沒有人理也沒有人管 回文西亞要隔離40天 叮叮叮叮叮 你是一個爬蟲咧 欸 我真的回不來了 我老闆不要給我回 他這樣回馬來西亞要隔離40天 然後要回新加坡 又要隔離 問我是不是不要做了 老闆都是這樣的咯 但是也是對啦 隔離來隔離去一個月沒有了咯 就是咯 唉 欸 不如你 不如你可以幫我一個忙碗 OK 我的朋友咧 他就是一個吉打人 去年的手回他就是自己在KL買一間新家 但是好時不時就遇到了MCO 雖然現在疫情是沒有這樣緊張啊 但是其實新加坡人 回來KL喔 是要隔離14天 然後他的家就直接是空住在那邊 所以今天我受人所托來到他家安裝一個小東西 這是一個可以讓人安心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對 TP-Link 的這個TOPPO C200 它其實第一功能齊全 第二它價錢不貴 第三是最重要簡單安裝 就是一個女生也可以安裝得到 然後題外話一下 我這個朋友喔 年級輕輕 單身 年輕有為 樂觀 怎樣啊 用一個字來形容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就是想認識朋友可以PM我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教我軟件的眼配好嗎 戴著他 上門 到了 你們一定會想問為什麼我有他家的鎖匙 對不對 他把他家鎖匙放在另外一個朋友的家 所以我已經起早拿到了 就是 到人家 沒有人打掃 風景好啊 可惜沒人住 第一步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坐下來先指一下 哈哈哈哈 哎呀 空到頭了 OK認真的 首先第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先找一個 適當的位置去放這個塔坡 很多這種箱子啊 就是可能是之前裝不弄的 然後還沒有丟 然後也有這些空空的櫥窗 不懂是要來裝什麼的 因為人回不到來 所以沒有東西展覽 電視機也還沒有裝 然後你看到其實上面 還有一些 裝修的痕跡還沒有弄乾淨 這個位置 看門口吧 就是你看啊 這邊可以看到門口 然後 這個 就可以靠到整個家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位置不錯 OK 我們現在開始安裝之前 我們先來開箱吧 就是這個 然後給大家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其實它真的是很少啊 就是一個charger 這個是那個掛牆壁的那個掛鉤 就是比如說你的那個塔坡 你要吊轉掛的時候 這個可以叮進牆壁裡面 它都有迫害了 這個是射像頭本體 很CUTE在拿在手上 而且它外形我們覺得像那種 晴天雨天娃娃那一種 就是搭頭搭頭都很可愛 然後它其實是可以拍到1080p全高清 15fps 還有支持夜間模式 它這邊有一個LED燈 是可以支持850mm的IR紅外線燈 晚上視力是可以看30尺 算是很不錯 然後它後面是Manager 我內置的這個喇叭跟麥克風 然後旁邊就是插電的那個DOS 其實我買這一台最大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 安裝非常簡單 真的是非常簡單 其實我雖然是一個科技主播 但是其實我在監控攝像頭這方面 真的是沒有什麼經驗的 然後安裝其實也是第一次的 OK 接下來我們就來set up 啦 首先呢先去登入它的apps 它的apps的名字叫做TP-Link Toppo 這時候你登入了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注冊一個新的account 進去之後右上角點這個夾的位置 就可以connect你的攝像機 這時候呢apps就會提醒你 TPO有沒有開到電啊 LED燈有沒有紅色青色一直閃啊 有的話就直接連接TPO的Wi-Fi 然後再連接到你家的Wi-Fi就可以了 喔對 TPO只支持2.4GHz的Wi-Fi 5GHz不能的喔 現在呢就上去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要我們講然後放在這邊呢 它自己轉的啊 它真的自己轉的 然後它下面可以用那個雙面膠黏緊緊的 它就會動在動去了 OK 剛剛呢我們就set了這個機在上面 這時候就要教大家怎樣用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移動政策 那怎樣開啟這個功能呢 我們只要進到setting裡面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叫做detection and alerts 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按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你要開還是要管 然後它也有一個叫做Motion Sensitivity 就是敏感度 就是比如說可能就是狗狗會走動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一直提醒到你 你就不一直聽到那個siren的聲音很煩很煩這樣子啦 OK 那接下來呢就有請我們家的狗狗 親自示範 所以它現在飾演的一個身份呢 就是一個專業的小偷 對 OK 現在我把Sensitivity開到最高 我把Alarm開啟 然後我現在移步一下先 大家等一下注意聽聲音啊 想試一步喔 現在看不到我嗎 看不到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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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直在閃喔 對啊 你有...你有跌倒嗎 你沒有比較乖好不好 你有咧 Action 看到你了喔 等一下 我要趕風沙先 Take two 你沒有跌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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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再來 走啊 有跌倒嗎 OK Sorry 這個比水平大太多了 欸它不跌倒嗎 欸它不跌倒耶 你是一個爬蟲飛 嘿嘿嘿嘿嘿嘿 做什麼的啊 證明了喔 如果你不要被這個TOPPO發現的話 你必須裝扮成爬蟲類 哇你的牆壁融一體喔 好 OK證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 我們這個移動偵測的測試到這裡結束 下一part 另外它還有兩個 一個叫做TOP 一個叫做Voice Call的語音功能 那TOP呢就是比如說我不認識的人啊 或者是小偷闖進你家 所以你可以直接講話 然後就透過他的Mine 直接講出來給那個人聽 比如說 柯恩是大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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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離開我的家 你給我離開我的家 她是馬來人 拉利 她是鬼老的 鬼老的 get out of my house 她是客家人 她是客家人 你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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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復健人 復健人 復健人 好意思 好意思 看到嗎 OK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呢Voice Call就是比如說 你家裡面有老人家 有小孩子 他們是沒有手機的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按這邊 然後直接當成電話這樣子 跟他們勾頭 那他的攝像機本身的頭 是可以上下左右移動的 看完整間這樣 也可以調整那個移動的速度 也可以設置一次過 看四個地方 另外喔 只要你把他的鏡頭 你往上Pan 它就在下面這邊 然後你塞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它最高是支持128GB的這個Memory Card 你不要買太大的 如果我試過256GB 是detect不到的 所以不要買這樣大的 然後呢TUPPO X裡面也有很多種功能 比如說你可以手動調整夜間或者熱間模式 如果你跟我一樣懶惰的話 就直接調上Auto就可以了啦 好啦現在我已經安裝完畢了 基本上我也沒有什麼安裝 我基本上就是兜電 然後連接就搞定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是很簡單安裝 我一個人都搞得頂 女生一個人都搞得頂 阿Kent純粹是 是一個專業的小偷而已 我一個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重點是喔 它的性價比真的很高一下的 它的價錢是149塊 150塊都不用 然後它基本功能又有 操作界面又容易明白 容易懂 基本上就是科技白癡 一買來就可以直接用了那一種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吧 我要準備回家了 喜歡這影片呢 記得給個Line然後分享出去 我是Koleng下次再見 拜拜 我朋友的家 的風景真是好啊 所以各位單身的女生 如果對我這個單身的男生朋友 有興趣的話 記得來PM我 我把details給你們 我什麼都告訴你們